这对帅哥美女正在房里玩游戏 尺度之大令人折舌 故事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 她叫阿佑 个性高冷 做事雷厉风行 任职于某家大公司 一天公司新来了一个男职员 叫智侯 智侯是来接任代理一职的 算是阿佑的上级 除了过硬的工作能力 智侯还长了张桃花泛滥的脸 刚一进公司就成了团队里的人气王 智侯被安排和阿佑做同一个项目 阿佑注意到了智侯 她喜欢智侯这种类型 但却放不下架子 没有主动开口 和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一份快递开启了两人之间的虐恋 一次阿佑误拿了智侯的快递 打开一看 里面竟是一幅项圈 智侯急忙解释说 那是给狗带的 可阿佑一看快递盒里面 还有一张成人用品店的优惠券 阿佑瞄懂了 智侯尴尬无比 生怕会被阿佑和同事们认为是变态 那之后每次见到阿佑 智侯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因为这件事 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出乎智侯意外的是 阿佑并没有将她购买成人用品的事 告诉同事 智侯出于感谢 将自己的特殊癖好告诉了阿佑 智侯是臣服的那一方 那个项圈是智侯买来自己带的 得知此事后 阿佑开始有意无意避着智侯 智侯以为阿佑是嫌弃自己 竟一个人躲在角落哭了出来 阿佑见状解释了 她并不是因为讨厌智侯才避开她的 相反 她是担心智侯会尴尬和不自在 才刻意和她保持距离的 不仅如此 阿佑并没有觉得智侯是变态 反正人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变态 这话让智侯释怀了 紧跟着她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 她希望阿佑能做自己的主人 在智侯看来 阿佑是个很酷的女人 如果她能做自己的主人 难该多好 不出所料 阿佑当场拒绝了 可这天智侯 阿佑满脑子都是智侯 终于她再也按捺不住 主动找上对方 可再次出乎智侯意外的是 阿佑递给她一只眼罩 智侯服从地戴上眼罩 只见阿佑锁上门 可她不明白 为什么智侯选择自己 智侯回答 因为她很特别 在智侯看来 自己表面看上去成熟成功 但其实内心脆弱 害怕他人的眼光 和阿佑却不一样 她敢想敢做 从来不伪装自己 智侯的话让阿佑有些动容 她表示 对于做她主任这件事 她会认真考虑的 那晚下了大雨 智侯特立在公司门口 等候阿佑 阿佑被智侯感动 终于答应做她的主任 既然答应了 就得好好做 为此 阿佑特地调查了 许多关于小游戏的资料 她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主任 查完资料后 阿佑制定了一份 小游戏主扑合约 详细列出了各项条款 合约期限是三个月 阿佑还送给智侯一副眼镜 只要智侯戴上这副眼镜 就表示阿佑可以命令她 合约一千 阿佑和智侯的主仆关系 零个生效 当晚两人就去了酒店 而第一次接触这些的阿佑 也感受到了 从未体验过的快感 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这天刚好是阿佑的生日 智侯在饭店的包间 为她庆生 而她送的礼物 是双红色高跟鞋 两人又玩起了游戏 渐渐的伴随着小游戏 次数的增多 之后获得的乐趣越来越多 而阿佑也对这种游戏 愈发熟悉 时间长了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 之后也没有想到 这种原本玩乐的关系 正在逐渐升华到感情层面 一日公司让阿佑 去带一名实习男员工 男员工总是黏着阿佑 问各种问题 阿佑也总是 及时帮对方解决问题 而她酷酷的态度 看上去就像是实习生的主人 这样智侯有些吃醋 阿佑只能是自己一个人的 终于智侯忍不住 向阿佑抱怨此事 阿佑二话不说 在公司茶水间里 和智侯玩起游戏 在游戏刺激下 两人都很兴奋 阿佑满脸通红 不知从何时起 她已经深陷游戏之中 无法自拔了 除了游戏关系 阿佑让智侯 向自己报备日常生活 比如一日三餐 吃了什么等等 而在这个过程中 伴随游戏的升温 阿佑的内心渐渐动摇 如果撇去游戏 她和智侯到底算什么关系 阿佑不想欺骗自己 她喜欢智侯 她想和智侯做恋人 某天阿佑约智侯去植物园 植物园里全是一对对的情侣 智侯和阿佑也仿佛 置身其中的一对恋人 阿佑给智侯喂食 智侯和以前一样乖巧 但其实阿佑来此并有心思 她要向智侯告白 她希望他们的关系明朗化 阿佑提出了交往的命令 可令她意外的是 智侯拒绝了 因为她并不想谈恋爱 这件事让两人的关系 瞬间跌入冰点 从那天开始 阿佑和智侯在公司 刻意躲避对方 两人仿佛恢复了 普通同事的关系 同事告诉阿佑 游戏关系和爱情是两码事 一般很难让两者同时进行 此时三个月的合约即将到期 阿佑提出在合约到期之前 在最后做一次游戏 智侯很开心 她想留住阿佑 约定的那天 智侯做了一桌西餐 将屋子布置得温馨而浪漫 仿佛是在等待心动已久的恋人 门开了 和来的人却并不是阿佑 而是智侯的前女友 前女友和现男友分手了 来智侯这里求安慰 说话间 前女友指责智侯 就是因为她的奇怪癖好 让自己对恋爱有了阴影 可在智侯看来 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 是前女友对自己特殊癖好的嫌弃 让她不敢轻易谈恋爱 更不敢认可真实的自己 临走前 前女友还放话了 说智侯不可能真正爱上任何一个人 因为她不肯为对方放弃自己的爱好 因为她最爱的是她自己 前女友的话 让智侯内心的芥蒂更深了 结果前女友刚走 阿佑就来了 今天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游戏 原本该全神贯注 可阿佑却无法投入其中 而智侯也向阿佑说了抱歉 她很喜欢阿佑 对她来讲 阿佑是耀眼明灭的太阳 她渴望拥抱太阳的温暖 而又害怕被灼伤 而无法和太阳靠近 阿佑明白 智侯自卑且脆弱 她还是无法面对真正的自己 或许是缘分不够 三个月的合约到期后 阿佑和智侯再没有任何交集 直到一件事的发生 某天公司的群邮箱里 忽然发来一封匿名邮件 里面是一段录音 录的近视了月前 阿佑和智侯 在公司茶水间进行游戏时的对话 很快公司所有人都知道了 阿佑和智侯的关系 和他们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顿时公司上下一论纷纷 都说这两人思想有问题 为此公司还特地开了个人事惩截会 专门讨论要如何惩罚这两人 会议上高层们各种指责 和侮辱智侯和阿佑 智侯鼓足勇气站出来为阿佑说话 阿佑只是接受了她的请求 并尽力去作罢了 到了这一刻 智侯才敢面对自己的心 她大声向阿佑告白 她喜欢阿佑 她不想再骗自己了 智侯的坦诚让阿佑深受感动 她接受了智侯的心意 即便是被开除 也要和她在一起 这场风波也美好收场 阿佑和智侯成了一对 真正意义上的恋人 从此他们将兼顾 游戏和恋爱关系 不仅如此 凭借着出色的工作能力 阿佑找到了匿名邮件的寄件人 就是那位实习生 实习生在笔里安装了监听装置 不仅听到了阿佑和智侯的对话 还听到了公司领导和女同事的婚外情秘密 阿佑以此为要闲 最后和智侯都为被开除 从此 甜蜜的恋爱和肉体的快感将同时进行 电影大师西区柯克曾说过一句话 这个世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偷窥狂 一种是暴露屁 拨开皮囊 每个人的骨子里 多少都有些难以启齿的癖好 但只要不愉悦道德 那便不存在伤风败俗一说 而这些被我们藏起来的特殊癖好 往往能让我们从中窥探到最真实的自我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讲过一个故事 男人和女人原本是被天神一刀劈开两半的一个人 因此所谓爱情 就是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三角代表稳定 圆形代表完满 天然半圆的马背珍珠十分稀缺 代表的是我们自己 当我们与另一个半圆的他合体 世界就完满了 人生在世 我们总要思考我是谁 这个深刻的哲学命题 可现实世界中 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各种异样的眼光 然后将真实的自我藏匿起来 而一个对的人 往往能让你审视自我 并心甘情愿地在我是谁 这道哲学命题下 做出最真实的回答 爱情是妥协 更是包容和鼓励 相信总有一天 我们终将会遇见一颗温暖 却不灼伤我们的太阳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机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